薪资外收入,夫妻分开寄税 行政院会昨天通过所得税法修正草案 未来夫妻报税,除了薪资所得之外 租金和奖金等非薪资所得也可以分开计算税额再合并申报 这项修正是根据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去年释线 认定现行所得税法第15条第一项规定 夫妻非薪资所得需合并申报 造成已婚者与单身者税捐负担差异 形同对婚姻的惩罚,违反租税公平、宪法平等原则 因此行政院送案待立法院修法完成后 2015年5月报税将开始适用 预估国库总税收将减少165亿 另外对于纳税义务人与配偶、因感情不睦或婚姻暴利等因素分居 则修法放宽,可各自结算申报及计算税额 为分居状态夫妻如何定义,由财政部另定法规认定 财政部官员说,夫妻报税未来能在合并计税 薪资所得分开计税 及新增的各类所得可分开计税 三种计税方式中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版本 但记得要合并申报 薪资各类所得分开计税 对医师、律师、会计师等执行业务的职业 或高股力投资组最有利 若夫妻都是靠薪资收入为主的中产家庭 减税效果并不明显 至于低收入户夫妻一般来说 选择合并申报最有利 动新闻综合报道